最新的天氣訊息 廣告把時間交給余茹 中午時間要關心外頭真的好熱 目前發布高溫資訊的縣市 有三個縣市是嘉義、台南跟高雄 其實都有機會上看36度 那確實在台南預警 已經飆到了36.9度 台南新化有35.5度 高雄越美同樣是35.5度 而現在其實是下午1.40多分 其實在兩點之前 這溫度都可能持續飆高 所以現在在外頭 一定要注意外頭的高溫状況了 至於紫外線的部分 也要提醒您 除了高溫紫外線也非常長 除了看到台北跟新北 現在雲量偏多 紫外線是高量級之外 整個桃園以南 其實看到很多紅通通 甚至是紫報 在桃園以南 像是紅通通一片的地方 可以看到了 像是在新竹還有台中 都是來到了過量級 至於紫報像是台南高雄 以及嘉義 也就是高溫資訊的地方 其實都是來到了紫報警戒 也是紫外線來到了危險等級 所以現在這種時間 在外頭一定要補充水分 防曬了 避免中暑 而接下來透過亞中雨途 提醒大家 今天是一個偏東南風的環境 請大家好好把握 今天的好天氣 因為幾乎全台都很暖熱 除了剛剛提到幾個高溫的地方 整個西半部 其實溫度都有33度 局部高溫剛剛已經提到了35 36度 花東地區也有29度 而主要下半天要提醒您的 那就是熱力作用的影響 整個中部以北山區 以及東半部 會有些午後降雨的狀況 至於明天就要變天了 因為微弱封面影響 所以北部東半部會轉為降雨 加上東北季風增強會稍微轉涼 像是北部的高溫 明天大概剩下26 27度 基本上今天達到30 31度的高溫 確實是有一點調整 至於禮拜三東北季風 還是持續影響 北部東北部早晚也都是偏涼的 跟原本的低溫超過20度相比 其實差距蠻大 等到禮拜四東北季風才會慢慢減弱 到時候溫度又會回升 而講到溫度來看看這個溫度的變化了 其實今天可以看到全台真的都非常暖熱 從明天開始很多地方 其實溫度都會下探 其實主要是北部東半部有影響 但到了禮拜四這個溫度又會慢慢回升 又回到每天大概30度以上的高溫了 至於水氣部分要提醒您 今天水氣相對來說是非常零星非常少的 從明天開始就是要注意了 封面影響之下 北部東半部都會有些降雨 但到了禮拜三 這個水氣又會慢慢減少 主要是東半部持續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最後關鍵字再次提醒您 嘉義台南高雄的觀眾朋友也要注意 很多地方都會飆到36度 午後熱力作用 就是要注意山區跟東半部會有降雨 至於明天就要變天了 最後來關心的是各地的溫度 首先北台灣的部分 基隆台北、新北20度到31度 桃園、新竹20度到30度 至於在中台灣基本上都可以看到陽光露臉 高溫32、33度 至於南台灣的部分天氣更好了 平均高溫32、33度 但有些地方高溫已經來到35、36度 而尹封面的宜蘭、花蓮、台東要注意 午後熱力作用會導致降雨 溫度20度到30度 至於離島的澎湖、金門、蓮江 17度到27度 以上是今天的五間氣象 大家在靜新聞APP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靜好新聞